欢迎收看今天的苏食好主义 注重保养 总是会喂 吃很多保健食品 或者是其他美容的用品 甚至还会去找医美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 要被美丽就从改变体质 简单的吃素做起 吃素不只是养颜美容 还会让你的皮肤自然的光滑 这样安定情绪 让身体充满了活力 回到家后也不用花很多的时间 只要利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蔬菜 就能变出美味的蔬食料理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 下面的精彩节目 今天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第一道美食是什么呢 叫做淮山栗子粥 这个很棒 我们首先来让我们认识一下 下面的食材有哪些 请看这里 这个就是淮山 我们台湾人说的是山药 就是这个 其实用什么牌的 这个是进口山药 也有的是本地山药 都可以 你爱用什么药都可以 再来看看红枣 然后那个青豆仁 这个是皂米 皂米呢 我们今天又放了一碗皂米饭 因为这样比较快 你要用白米也可以 看你自己需要什么你就用什么 然后在这里栗子 这个栗子也是煮熟的栗子 然后一块姜 这样一块姜片就可以 再看这里香菇粉 那这个是久蒸久蒜的盐 非常棒 这些东西就可以处理到非常好的淮山栗子粥 接下来我们一样请到我的好搭档 也就是我们美食达人张师兄 阿弥陀佛 谢谢阿弥陀佛 来我们试分这道菜的座 我们所有的电视机的菩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很开心要介绍一道很健康 而且很好做的淮山栗子座 对 谢谢刚才说的淮山 有什么功能 请我说 其实大家在这里淮山 因为它有丰富的胶质 对肠胃 对胃也很好 胃气都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饮食就找一些对的食物来吃就会健康 那山药很多种 有这个日本山药 有台湾的山药 我感觉都可以 都可以 但日本就比较贵一点点 对啦 我们爱台湾 我们就吃台湾的山药 就很好而已 不一定一定要进口的 好 来 请示范 好 用简单 好 山药我们就看你要切什么形状 今天我们喜欢切什么形状 我想都丁嘛 丁好了 我们就切丁 丁就丁嘛 丁就丁嘛 丁就丁 那我们先切片 这山药很新鲜 切起来都有声音 很棒 对喔 以前的人都不知道说吃到要换食物 食物 都没有说这食物吃的怎么样 对人体有什么健康 都没有考虑到这一些 只有说我爱吃吃的每天都煮上 对 对不对 所以都没有改变饮食 所以我们尤其素食 更应该挑选饮食 当然 为什么有一些人说 生病了以后啊 是不是吃什么饮食比较好 好 所以都是吃真的是有机的 有这些的都很棒 好 那我们弄一点煎 好 姜片 好 姜片 姜片 你仍然姜片要烤盆还是没有烤盆 我是觉得没烤盆 对喔 我也是这样做 只有清洗的 嘿嘿嘿 皮有它皮的好处 对对对 切的时候可以切薄一点没有关系 我觉得连姜一起吃 对 让人没有什么感觉到你很大的姜片在里面 好就可以开火 你就这么简单 其实这个真的是少油 而且又很 每一样都很健康的食材 其实你看我们中间还放一点那个红枣 其实红枣在饮食里面的厨 其实可以加一点点不然煮汤 所以红枣它对补气 对中文是非常隐气的一个 对 服装益气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 人家说的食料 就是透过食物 其实每天吃吃吃吃吃吃就对 吃就好 你就会健康 对 如果乎不吃吃吃吃吃就肉 就会健康 对 这种都是平坦一点点 一点点累积出来的 因为你吃久的累积就很多了 我们加一点点 有 橄榄油 橄榄油 OK 再来爆香 放姜片 香可以淡一点都没有关系 对 对 那 我们今天用这个饭好了 不要用米 你如果要比较厉害 慢慢用米 自己在家里做的 可以用米 可以用米慢慢的去熬去炖 那就更好 因为用饭的话 饭做起来 没有粘稠性 没有粘稠性 如果有人说要好吃 你做粥米更难吃 对不对 你可以一些粥米 一些白米 这样煮起来 还有一点点的粘稠性 当然白米 我们就是慢慢调出 其实饮食 爱吃食物的原型 或是它的原味 对 其实人很奇怪 因为要喝这些粘稠 它就会牺牲很多健康 你看 对啊 白米 其实早期造米 去掉那个 烤米 烤米 米烤 去掉它最营养 有植物生化素的 对对对对 那个粘 最健康的 就变成白米 对啊 很怕算 最好的东西都 白米较好吃 对啊 当然是很好吃 来 绿子 绿子 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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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喜欢吃这个游泳 艺人也不错 艺人也看见 艺人 艺人 可以有很多浪水 这 这是 金油 这一点高汤 我们家没有高汤 用 简单用我们的调味就可以了 对 差不多给它喝过 因为我们还要闷一下 因为红枣 红枣 红枣你要让它更快 用软枣拿去留一下 对 给它那个味道 你还要加工夫的气质 对 没说到小孩吃到购度是怎样 最好是哪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 最好是气质 气质的话比较安全 真的 所以这个颜色 还有它的整个就慢慢的那样炖 对 你如果用纤绿下去炖起来 那精力很棒 精力很棒 那盐巴塞的佐量 对 对 也不要太渐 有人有时候说 我还想要配一些菜 不吃菜好像很奇怪 所以说要渐 我们常常讲 我们教的素食都不说 什么几瓢几时 我们都说 你自己爱吃渐 你就慢慢加 或是你爱吃甜 你慢慢加 因为你跟他们说几瓢 你有时候每个量不一样 做到不准 对 所以 自己适量的去加 很棒 香味都出来了 很棒很棒 香味都已经出来了 水 大概熟了这样 如果说其实艺人 其实在艺人跟艺人 腰果都可以加进来 对 对 偶尔你可以换一下食材 做法很简单 就是 喝过很简单的料理 对 有红枣 有这个酸料 对对 那个让它入味 那酸料是对肠胃 对妇 我觉得妇女朋友非常好 嗯 补中益气 那我们其实在家里 要用的这些调味的 其实我觉得还蛮重 因为就是 对于是我们做菜的 不管是爸爸做 是妈妈做 你选择的这一个 健康的元素就很重要 比如说油 我们建议 就尽量不要用沙拉油 因为沙拉油它的冒烟点很低 对 才会到八五豆 八五豆几 喷蒸大概都会超过 对 所以我们尽量又能够比较 如果正在用到烹饪的部分 都比较耐高温的油 对 比如说像 橄榄油大概180度 耐热度180度 适合低温烹调或者是中温 不要超过 对对对 那 还有一个棕榈油 算它大概200多度也不错 你也不错 椰子油这个都还不错 所以呢 芥花油也可以大概200上下 所以我听说张师兄在推动素食都是用好的油 好的健康的油 而且好的那个盐 真的是非常随喜 应该的 好了吧 好的 你看收拾起来的 好 让它起锅 来 好 整个六种在里面 好 来 OK 再加一勺勺水不太太浅 好 这样下去 一碗不太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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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味道出来之后 然后红枣和米粒 嗯 都被这种在里面 嗯 对对对对 哇那很棒 所以煮菜可以很开心的做菜 心情那儿就好 做时就好 对对对 他说那个早上的人拿出来都照顿你的 他说阿神ana 不赖 所以菜不安得好了 对不起 我们做是要做对的事 要做好事 好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道 淮山栗子粥 是不是很简单呢 请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在家里做做看 淮山栗子粥 食材 淮山 红枣 青豆仁 糙米 栗子 老姜 调味料 盐 香菇粉 做法 一 将糙米洗净淮山切块 栗子去合 红枣洗净 二 加入适量高汤煮成粥 三 加入调味料即可食用 三格稳米煮稳淮山华 三格鱼 三几 윤cak 那么 demonstration 三格酱炕 三格 being ¿这一 ay